好, 哇, 整個餅這樣, 哇, 多漂亮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粟米斑塊, 罐頭粟米蓉, 還有這些 越南鯉魚, 加兩隻雞蛋就做到粟米斑塊了 這道菜就很簡單的, 只不過一般家庭小菜 因為它有時濕濕的, 都不錯的, 送飯都不錯的 稍後再和大家說吧 這道的鯉魚, 哇, 這塊我幾大塊 這些呢, 一三五七九買的 簡中呢, 它一包裡面有三塊的 有一兩塊這麼大, 一塊小的 那當然是融雪, 丟下去, 融雪 好, 融了, 因為我趕時間, 一早先融雪 那我這次呢, 就煮兩塊的 那很簡單, 就現在等它融雪 那就OK了, 這罐粟米, 咦, 好像很少見 都是一三五七九買的, 今天不知道什麼 六六折, 多少折, 都不用五元 那OK啦, 試一下啦, 都OK的, 都好像什麼晚 什麼粟米油的牌子 那OK的, 試一試吧, 兩隻雞蛋 那, 稍後再跟各位說 那, 這些這樣的魚, 南魚, 浸了, 融雪之後呢 做過很多次的啦, 都是這樣, 沖一沖 那, 要渣渣這些水出來的 現在渣呢, 就是那些, 它本身的雪味呢 那些水就出回來的 本身, 都是雪了好久的 那, 現在又再沖一次 那, 要輕輕力喔, 陰陰力喔 那, 要渣爛的喔, 是不是 那, 這樣 那, 其實, 感受到它 裡面, 還有沒有些冷的感覺 如果有冷的感覺 那, 即是說, 還沒浸夠水了 拿來這裡, 瓷瓷瓷瓷瓷 一會兒再跟大家說 之後呢, 就現在可以 切開它了 那, 你看看啦, 不用太大塊的 因為等一下要煎炸的 慢慢片 因為呢, 我要上粉的 上少許粉 其實呢, 很多家庭呢 即是那些比較年輕 不是經常煮的 一開油鑊煎炸, 就很害怕的 那, 我們稍後呢 盡量用少一點的油做給大家看 那, 材到它細細夠就可以了 撈撈些魚 對, 因為一會兒要來 都是煎煎的, 炸的 那, 生粉 放兩殼下去 兩殼這些殼下去, 要做的了 然後, 其實是要放少許油 其實多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為什麼呢 一會兒要經油 不要緊的 一會兒我們不下油就可以了 其實 這樣下鮑魚汁 一會兒煎出來的油 這次下得多了 不過一會兒不下油就可以了 因為經過煎 那些油會晾出來的 那, 味呢 你們自己喜歡下 我下鮑魚汁 你們可以下雞粉 對了 那, 但是呢 這個是煎炸的嘛 煎炸呢 就不要下糖了 因為會焦的 容易焦的 那些魚呢 因為是雪過的 要加少許胡椒粉 撇一撇一些 腥味 這樣攪拌一下 讓它醃一下 多油就好醃一點 那些東西滑一點 待會煎起來 熱煎一點 煎炸一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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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煎魚不是炸,所以不要怕油彈到周圍是很難抹的 一樣可以做到的效果 煎魚是慢火煎魚的,但煎得脆就不要太低 剛才有很多油,現在煎魚都要這麼多油 煎好再跟大家說 現在煎魚的時候,預備兩隻雞蛋 如果是大隻雞蛋,一隻都可以 預備定了,這罐粟米當然要開定 很簡單 預備做粟米飯,挺好的 5元左右,很漂亮 什麼碎粟米融,在七五九買的 5元左右,可以吃一個 稍後再跟大家說 煎了兩分鐘左右 可以逐一快調開 可以的,因為現在有黏著 我們現在就拋了 分開了一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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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煎一塊塊 大家看看 第二面都煎得這麼燙 煎得這麼脆 是沒有油,不是炸的 大家要謹記 魚一塊塊分開 一塊塊可以分開 這裏都兩塊魚 調下去很脆 先關火 現在就把魚撕出來了 好 不重要的 慢慢煎 希望煎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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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做其他東西 不用太多油 再煎一煎 好,待會再煎出油 再跟大家說 剛剛煎出魚 現在馬上倒了一罐粟 原來這麼濃 先沸一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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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可以一比一 你看看煎的 每一隻粟米都不同 這隻好像很濃 這個我們沒吃過 如果你在超市買的兩款粟米 就知道 OK 新的食材要试 其实这些就这样吃都可以 我试一试它的味道 究竟用不需要加味道 不用了 足够甜 滚了之后 现在就关上最小火 关上一点火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了 跟着刚才那两只蛋 你可以只打蛋白 又可以加蛋黄 不要紧 当然搅拌坏 搅拌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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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更香 有鸡蛋就更香 整个鸡蛋已经不同了 让它更滑 整个苏米蓉淺色了 变成更多汁 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淋上去 我现在淋上去 大家看看 刚好 如果不用淋上去 鱼上面 我们淋上去再跟大家说 OK 苏米斑块就出来了 你看看 这个苏米斑块 其实是越南鲜鱼柳 但是我们用的油 不是炸的 但是现在你看到 又淋又脆的 放在苏米蓉上 你自己可以拌坏 其实可以拌坏的 不如这样可以 你喜欢吃多少 又可以拌坏 都挺好的 好吃的 这些普通家庭小菜 二三十元 加起来都不用三十元 应该说 已经有经济的 很好送饭 很棒 希望大家喜欢 咦 我旁边的是折瓜粉丝 狮子头 又加了粉丝 又加了枝竹 一盒 多少瓜菜 炒生菜 很简单 希望大家喜欢 你了